又是全新的一天开始了 全新的一天从拉冰开始 咱去切点冰块 涛哥 我去看你拿这个锯 感觉像光头想要锯树去呢 你要干回事 咱小时候也是专业法术的 就干了一年 如果多干两年 我是不是就进入体制内了 结果现在就成了无业游民了 看看这一块的冰 原先一直都到墙边 现在已经快用完一半了 今天咱再拉点 这不知道谁家小孩 跑到大顶上去踩出了 多危险 赶紧用煤 涛哥这能用煤吗 这压子 整多了 小心砸脚 这砸脚可厉害了 好几百斤 来吧 我跟你俩一起来 今天得零下32度 热风 怂怂的刮脸呢 就是东北这个差十度温度 那差太多了 零下20度 和零下30度 不是一个概念的 咱大块儿没整动它 咱小块儿还整不动它吗 看看这一块块儿的 咱挪到跟前的 我踏实让我推不动了 还吵我笑我 那还能行吗 行了 哎呀 这上次沾一下子 沿土带雪的 给它丢你一下子 有剩法下 就馋了 今天早餐 来盛两个黑玉米 这玉米啊 是来自我们东北的 粮食糯玉米 是非软基因呢 有绿色食品标识的 看看 这个棒是黑又亮 里外的锡儿 也全都是这个颜色啊 是含有花青素的 一点点棒子 这玉米都是半熟的 回家都需要蒸煮20分钟左右 咱们黑玉米呢 含有花青素 咱们建议大家蒸的方式啊 水开即时20分钟 咱们再插个土豆 土豆白菜 那东北的冬天 是吃的最多的了 你还少一个 大萝卜 完了还有大豆腐干豆腐 大豆腐干豆腐 那都是偏贵的了 就这个最便宜 把这洗一条粉碎 给它沏一下 这玉米煮了20分钟 再给它沏出来 这玉米还有天然的花青素啊 植物的天然色素 看到帘子上会有微微的紫色 这可是正常现象啊 好 来咱过多说油 油丝入锅 现在来点豆瓶 一点油 一点油 来点薯片 来点薯片 点薯片 早费简简单单 咱就开始开饭了 嗯 花糯 糯 朵 这个炭 稍微嫩一点 还是 这是 一米 有更多 我们俩 没有 如果我们俩 有更多 一碗水 一碗水 咱们这些顶着 对 颜色 你看 凉子也是这个颜色 但是接着什么的 是吧 看风似乎的 对 颜色 你看 看风似乎的 早餐来一碗吧 很好 一碗就吃了肉 嗯 这有点属于 不炒蛋饭的是不是 那你吃的香不香 香 这个水分没复的 再来手汤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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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